尽管俄罗斯近日在乌克兰各地战场节节败退 不过面对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客州的巴赫姆特地区 俄军火力不减反增 更传出曾在一日内针对巴赫姆特发动八起独立攻击 就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形容 为了夺下该城镇 俄罗斯指挥部的行径简直近乎疯狂 泽伦斯基在例行谈话中指控 俄军在这几个月来日复一日的把人们推向死亡 在巴赫姆特进行最高等级的炮火攻击 不仅如此更传出目前在巴赫姆特地区 支持俄军的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格金 想要夺下这座城镇作为自己的政治酬劳 根据BBC报道 普利格金承认俄军在巴赫姆特的推进十分缓慢 一千大约只有100至200公尺的进展 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我们的部队不断遇到敌人激烈的抵抗 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战事前进 但我无法评论需要多长的时间 不过身处巴赫姆特地区的乌兵告诉法新社 俄国佣兵团会将有前科的罪犯成员 用来当作活人诱饵 每当天色建案 这些毫无经验的前科俄兵就会被推到前线 用来引诱乌军射击 以利俄方判断乌军位置 接着再派出有经验的俄国士兵 巴赫姆特这座城市为何让乌俄纷纷用尽全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可能是俄罗斯扭转局势的重要关键 据BBC报导 虽然巴赫姆特本身不具什么军事价值 但如果他倒下 就会把其他城市带回俄罗斯大炮的射城内 恐将改变俄军逐渐撤出乌克兰的局势 记者萧顺云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姆特厂 感谢特广 Vacation 转发 打赏姆特的据 小刹地由来云上 评论员 转发 打赏姆特的据 操 随勒组员 文件 评论员 文件 Elliott